美国有几个话题不能谈,就是宣扬暴力,威胁几个特定种族的人身安全,哪怕是在网上宣讲也有问题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,昨天美国成春团之一的康纳尔大学华裔学生帕特里克戴年仅21岁 联邦调查人员指控他在2023年10月下旬在论坛上发布秘密威胁 声称要射杀和刺伤犹太人 帕特里克戴的律师这么说,他故意这么做,动机并非是真的想吓唬犹太人 而是试图引起大家的同情,让大家在支持哈马斯时三思 这个美女白人律师的角度的确新意 同时为了免罪,华裔帅哥也被诊断出了抑郁症 但是这些都没有被法官采信 帅哥一直被关押到现在,顶不住了,就决定认罪 我觉得帅哥没有计算机知识,网络上没有命名 并且华裔和犹太裔毫无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挑逗犹太族裔